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不久前讲过有关 玉柜的神奇疗效之多少 它真的有很多好处 但是有好处也要注意它有副作用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副作用 玉柜本身它主要含有的就是玉柜泉 纤花青素和多种的揮发性香油 所以它有特别的气味 最近在新闻网里面讲了一篇有关玉柜的报道 发现玉柜对人有很大的助益 它有抗氧化抗发炎抗菌多种的功效 所以对于心脏大脑和神经都有帮助 又可以调节血糖 对防止糖尿病和柏金顺症这些疾病都有效 玉柜如果作为一个食物 如果在短期内小量食用很少有副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有部分的玉柜因为有很多种类 它含有的天然物质香豆素可能是比较多 如果你长期摄取过量 每天不能超过5克 过了5克就是过量的了 所以可能对肝肾有毒性和潜在的致癌因素 因为在动物的研究中有这样的发现 其实香豆素人体每天的接受量是0.1mg每公斤 即是换句话 你70公斤重每天摄取不能超过7mg 过了就超标了 所以市面有些口服的玉柜精油 它是比较浓缩的 这样是可能会刺激你的皮肤和黏膜的组织 可能会出现辐射、嘔吐、头云 或者整天想睡觉这些不好的反应 因为剂量过高 它甚至会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这个在动物里已经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尝试服用这个玉柜 一定要注意它的禁忌 其实短时间的外用 塗在皮肤上面 或者食用一般的使用量不过多 或者就算你当这个玉柜是成药 连续服用不超过4个月 也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长期大量食用玉柜 这个就有个忧虑在此 以下这些人就要小心 第一是怀孕或者暴雨期间的妇女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 玉柜对怀孕和暴雨中的妇女的安全性 所以最好尽量避免使用 第二类就是儿童13至18岁 这些青少年 每日可以服用一个公克的玉柜 连续3个月 适量的口服都是安全 超过量和时间就是过多了 第三就是糖尿病方面 因为玉柜可以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但如果你摄取超过一般使用量 你要小心你的血糖 会否出现低血糖症状呢? 第四点就是关于肝脏问题的朋友 因为玉柜含有一种化学物质 这种可能会伤肝 如果你有肝脏方面的疾病 一定不能超过一般的使用量 第五就是要做手术的朋友 有两方面要留意的 因为玉柜会有降血糖的效果 可能影响你手术之中 或者手术后你的血糖数值 所以手术前两个星期 就要停止食用玉柜 另外 玉柜可能有抗型血的效果 所以你如果是吃抗型血的药物 或者有型血障碍 同时手术前两个星期 一定要避免服用 另外一点就是有关过敏 有些人对玉柜过敏 或者其他药物或者草药 有任何物质的过敏方面 都要小心 因为中药它的规格 比西药没有那么严格 还要很多研究去证实它的安全性 所以使用之前 最好你确保 它的好处是大过它的风险 最好就是建议你去 咨询草药医师 或者其他根据的医师 去确保你好不好服用 所以是好的食物 但是你是不是适合呢 大家一定要衡量一下 才开始使用 多谢你们收听 请不吝点赞